gereoga 你看我们在这个 大园满前行 我们记得在寺庙 在口传那一天 讲他的前行主事 巴楚仁不切 他遇到 她的另一位大园满上师 渡庆祇 渡庆祇 上时候我有信 我有他一尊 剩下 因为杜根杰大师 在历史上激战 他是大神通者 我有一尊他的佛像 他非常的粗犷 好圆圆的 大一盒的胡子很彪悍 但有一天就喝了 醉醺醺的酒味 还在叫他胃 还是叫他混蛋 叫他很难听 过来 然后就抓着他的胸口 把他扯过来 巴楚伦伯切一靠近一闻 巴楚伦伯切是 普行上师原教级的作者 是不是 他一闻到上师身上的酒味 他马上升起 佛陀不是讲不能喝酒吗 不能杀生 不能偷盗 不能歇饮 不能饮酒 在脑袋升起自己的念头 他上师太心通马上知道 你心里还敢升起这样的念头 醉醺醺的臭骂他 然后给他比小指 老狗 然后就拿 不是拿鞋子把他头敲一下吧 对不对 他竟然开悟 见到实乡 所以你如果觉得 上师怎么骂人 比小指 现在台湾流行不是比小指 是不是 台湾的文化跟现在文化不一样 他比的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凡夫 包括八楚人不切 那时候都会有生起妄想的习气 是不是 为什么他念了 进行的时候 不杀伤 进行的时候 不偷盗 进行的时候 不饮酒 释迦牟尼佛的言教 对不对 那当上师扯着他的胸 领口的衣服的时候 满口酒味熏他的时候 他当然脑袋浮现这一些 不能喝酒 还被臭骂 那就是这个上师摧毁他的这些幻想 好像波云渐日 他整个心静下来 看到实相 这个因缘太好 你现在碰到这种因缘 那个就是多生累劫 修来的 所以他这里讲 看到普通人像 就认为上师就是普通人 他不是我们心中的佛 不是我们一直的规径 这主尊 那你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他将障碍你六道轮回 一直去障碍你 不能解脱 一直去六道轮回 谢谢大家